妈妈大头儿子叫什么 她的名字叫头太猿 这些儿童动画冷知识 90%的孩子都不知道 赶紧点上收藏留给孩子看 唐宝 皮卡丘的原型是什么 狗猪 因为皮卡丘的设计师 当时正好想要养一只松鼠 哆啦A梦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其中有一集 哆啦A梦的耳朵被老鼠咬掉了 她哭了三天三夜 最后把身上的颜色哭褪色之后 变成了蓝色 派大星有衣服吗 有 你不信啊 往下看 我帮你脱掉外套 最后 你知道斗罗大陆的唐三 最害怕谁吗